好 那朱莉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问题 那是关于冰箱的 反正最近天热嘛 大家都是关于这个冷啊 冰的问题 肯定她遇到了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多的朋友都会遇到 她说请问一下冰箱门没有吸力了 是什么原因 应该怎么办 可以修吗 哎呀 我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我当时那个冰箱就一直漏水啊 我后来才发现是那个胶条 有一部分胶条有问题 很恶心啊 滴上多水啊 感觉一般都跑掉了 怎么办呢 她有办法的 这个呢 叫做这个Gascale 也就是洗胶的风调 它松了 那因为说 通常来讲呢 心的时候都是很紧些的 可是如果说你家里有小朋友 使用频率非常高 变变蹦蹦 变变蹦 或是说用久了 它难免会耗水 它Gascale的洗胶风调 它松的时候呢 那自然的 它就比较没有吸力 可是呢 这是必须要处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松的时候呢 你会让外面的热气 浸入到你的冰箱 同时也会让冰箱里面的冷气 比较容易外溢 哇 那这一进一出的话 本身来讲机器容易坏 同时呢 非常的费电 那有些朋友说 为什么我家里的那个冰箱里面 有一点那个冷霜啊 那这个就是也是因为 这个门呢 没有关好 哦 对 经常是不会有的 第一 对 我教你哦 你手呢 轻轻的去推它 在关的时候 稍微再轻推合一下 它就会关合 这个就是它不是很严重的状况下 第二个办法呢 就是说 我们冰箱下面不是都有四个脚吗 那前面两个脚它其实都有螺丝 你可以呢 再把前面的两个脚的螺丝 稍微松动调整一下的高度 大概提高约半寸 那这个时候你会把冰箱的高度 略微往后倾斜半寸 这个时候我们让gravity 帮助你 这个gravity自然就让你这个 那个洗铁吸胶呢 比较容易去核动它 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 这个是技师 技师教我们的办法 真的是好办法 然后第三的话呢 你再看一下它那个缝隙 如果有缝隙的话呢 去买个supergroup 把它胶粘一下 那自然没有风气了 热气也不进来 冷气也不出来 最后没有办法 你就要co-service的 那就是要找这个原厂的服务 那就表示说 确实它也是蛮老旧了 那这是要专家来 来去处理它才可以 好啊 你真的是小达人 美女达人太厉害了你 那招就是倾斜的 我都听都没听到 gravity gravity 很厉害很厉害 好 所以这位朋友今天赚到了 好 我们的黄都电器的总裁 我们的电器大人朱丽 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四个非常好用的这个方法 那随便有人大家问一下吧 我这边其实建议如果这个冰箱真的非常的老 就是其实听说这冰箱老了就还会费电 所以该换其实还是要换 有一些像我妈那一辈的人 他们就是老是一个冰箱不换不换不换 其实真的是那个废的电 我告诉你新冰箱Energy Star的冰箱 一年下来只有用电65块到85块一年 就十年前的冰箱的话 一台冰箱一年下来200块以上的电费 就是啊 所以大家的这个观念真的要改变过来 不是说我keep住老的东西省钱 你其实最后是亏掉的 对不对 就像现在我们之前做过那个洗衣机啊 烘干机啊好的那些Eco的智能的 它能帮你省不少的水费呢 对不对 那我再问自己问一下好了 像我们华人很少的时候会用那个洗碗机 因为我一个人住实在有的时候太少 但是好像我就有养情一种习惯 那就手洗吧 居然有人跟我说其实用洗碗机是省水的 更省水 真的吗 第一个它更省水比你手洗 你想想看你手洗 一直要这样不停的冲的时候 不停的开 那它是利用里面的一次去做循环 所以说首先它是最省电 然后第二个尤其现在是疫情 这个烘干机常常呢 它是用高温蒸汽 在蒸汽下 它完全可以达到杀菌消毒的效果 然后完了以后 它用在热气帮您烘干 所以说您可以留在那边 你也不会放到那个台上 偶尔不小心 还有一个小动物去爬过去 是啊是啊 烦死了 所以洗碗机好好用哦 不要觉得说废水 那大概有没有一个标准啊 比如说这种晚餐大概几个盘子几个碗 我就可以开肉洗碗机了 我想一个两个确实不用用吧 对 当您在买机器的时候 上面都有一个黄色的 这个energy盖的一个小标条 它就会告诉您说 这台机器呢 一年下来它是用多少的水跟电 那么呢 其他一般的呢 是到什么 那你我们 我们黄独选的几种 永远是一定是超标的energy star 非常深水深地 所以它有个概念 不是嘴巴讲的 你它厂商自动的 它就会显示在那个地方 你只要一看就清清楚楚 错不了 太好了 好你看今天我们把Juli请过来 我一下把主持人问题也问掉了 我觉得之后啊 有机会啊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畅导节能节缘 然后很多这块我们真的是忙区 改天请你做一个专题 好啊 很开心 那就跟大家一起分享 谢谢你 好的再次感谢我们的Juli徐 谢谢 拜拜 OK 那我们的屏幕上呢 也有我们黄独的电话啊 如果大家刚才有几个 非常可爱的这个小电器 大家要买一下冷风机啊 什么空调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相信最近可能夏天 还有特别的活动呢 可以follow一下